少林 少林 相信电影《少林寺》一定有不少人都非常熟悉 主角绝远和尚李连杰以其精湛的武艺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而这部电影更是在以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时代里 成功创下了上亿元的票房奇迹 并且这部电影不仅捧红了李连杰 更是让他的师父谭宗和尚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他以那精湛的螳螂拳成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这位谭宗和尚的扮演者正是一代传奇武术宗师 螳螂拳传人于海 于海和于成慧一样都是出身于山东烟台 并且在他出生的那个时候 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习武之风盛行 所以他从小就非常的喜欢武术 但由于没有名师指点 其所学的都是一些普通的招式 强身坚挺很容易 但要在其中有所成就 却是非常的难 直到他12岁的时候 父母看着他对功夫如此的热爱 就送他去到了 在当时有着中原怪侠之称的 七星螳螂拳大师林锦珊的文价 这个时候的于海相比于同龄人来说 胳膊拳头都非常粗重 是练习螳螂拳的最佳人选 所以林锦珊对他十分的重视 当即就决定把自己并生所学的螳螂拳 剑术 打刀 梅花枪 六盒棍等武术 倾囊相授 而于海也是勤奔好学 悟性过人 在得到林锦珊的指点后 进步神速 很快就超过了同龄拜师的人 并且在他学习功夫的过程中 对拳法异常的痴迷 为了让自己的螳螂拳更加拥有神韵 他每天都会去后山 找真正的螳螂来观察其生活习性 并且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你抖他以后 他马上就倒你 两手连环倒你 你一挫他屁股 他马上就往后 往后叼你 更有一次 他竟然一次性抓了上百只螳螂 然后将这些螳螂和自己 关在同一间屋子里面 观摩其动作 并从中体会螳螂拳的奥妙 经过不断的努力 他成功地在原有的螳螂拳上 加以改进和创新 使得螳螂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而经过多年的沉淀和刻苦的努力后 于海的功夫日益精进 之后恰逢烟台市举办无数比赛 林景山就决定 让于海和一些师兄弟们一起参加 用以增长见识积累经验 可没想到认真起来的于海 竟然给师父大大的长了脸 他先是在全师的比赛中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之后更是连续站在了 全省全国的比赛舞台上 以其精湛的武艺 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并且更是被山东省体育运动 技术学校发现后 特招进去成为了国家武术运动员 接下来的他就像是开了挂一样的 一路高歌猛进 先后获得了全国青少年 戒术 棍术 唐龙拳冠军 和全能冠军 更是在年仅18岁的时候 就以中国武术代表团的名义出访多国 让中华武术传播到世界各地 并且在24岁那年 更是被任命为山东省武术队队长兼总教练 带领山东省武术队一直走在全国先进之列 之后他带领着自己的学生们走南闯北 在这个过程中成功打响了自己的名声 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 还认识了年仅10岁的李连杰 当时的于海带领着中国武术代表队出访外国 而李连杰就在其中 当时的李连杰调皮可爱 鬼点子多 于海也对这个小孩十分的喜欢 并且对他照顾有加 俩然就这样开始有了一些交情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于海本来应该在专研武学 传授弟子之中 度过他那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 可命运就是这么的奇妙 81年的时候 电影《少林寺》准备开拍 而这一丝的剧组一改往日 由职业演员出演的习惯 大胆的全部采用了武术人员 来担任重要角色 首先他们找到了在武术比赛中 成绩优异的李连杰来担任主角 最后又找到了40多岁的于海 而这个时候的于海虽然不想做一名演员 但为了能让自己的武术更加的广为人知 就毅然同意导演张新岩的邀请 并且在这里 他不仅担任着李连杰师傅 盘宗大师这个角色 更是担任着这部剧的武术指导 其中很多精彩绝伦的打戏和帅气的动作 都有于海的安排和指导 并且在拍一段马戏的过程中 他可是意外地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导致左手手腕和肘部全部脱臼骨折 但为了敢拍摄进度 他还是咬着牙 撑着将这一段给拍完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于海也成功地将自己所擅长的螳螂拳功夫 完美地展现在了荧幕之上 并且凭借着他在这里的出色表现 将螳螂拳成功地带入了大众的视野 而《少林寺》的成功 也让于海在演艺事业上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之后的他又和李连杰合作出演了 《南北少林》 《太极庄三峰》等20多部电影 成功成为了影台上的最佳师徒 并且于海不仅是李连杰影视里的师傅 在现实里 李连杰的功夫也是让于海非常的欣赏 更是将自己引以为傲的螳螂拳传授给了他 不过之后李连杰想要尝试自己导演电影 而于海却选择继续留在张欣妍导演的身边 于是两人也算是分开了 之后的张欣妍导演 找到了李连杰的师弟吴京 来作为李连杰的接班人 并在功夫小子闯情观里 还让吴京做主角 于海则在这部剧中担任吴京的父亲 而在这部剧中的于海 更是与世界拳王周比利有过一段精彩对决 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因为之前周比利在影视圈里含有对手 所以拍戏从来不用护具 而于海也是上着自己有真功夫在身 也是从来没有带过护具 就这样两人裸拳比试了一场后 发现两人都没有把对方怎么样 也算是棋逢对手 不过不打不相识 通过这场比试 两人都对对方的功夫十分的佩服 而在这部电影后 于海又接连与吴京合作出演了 《太极宗师》等很多部电影电视剧 在这个过程中 于海也是正式收吴京为徒 传授他武艺 并且戏里戏外的都给吴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就算到现在 无论吴京有多红 在见到于海后也会对他尊敬有加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再加上于海的年纪越来越大 他也就渐渐的退出了娱乐圈 并且走在01年的时候 他就在山东威海 创办了自己的武术教育学院 希望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传承下去 现如今已经70多岁的他 身子骨还依然硬朗 并且在生活中的他还没有一点迷信架子 非常的平易近人 就连住都是和他的爱人 住在教职宫的宿舍之中 非常的随意 并且他的一生正气凌然 曾在9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做酒生意的商家投资60万 想让于海来代言自己的酒 可于海因为知道这家酒厂产的都是劣质酒 所以他依然群然的辞却了对方的邀请 并直言绝对不会出卖消费者 由此可以看出 不管心里心外 于海的人品和他的做事风格都让人敬佩不已 于海的一生在对七星螳螂拳和中华武术事业上 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他的一生就是半部中国功夫片的新衰史 他的武德也更加让人敬佩 无愧于宗师之名 而他的这些作品也依然会留在我们心中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了解的人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